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丙借用合同均已到期之后 租赁借用都已经到期了 到期之后呢 假以都要求丙返还电脑 先说行不行 当然以要求丙返还没有任何问题 以借给予的 借期满了 这个丙应当向以返还 假能不能要求丙返还 可以的 因为丙在假面前 不管这个以丙间借用合同 借期借满还是没借满 丙在假面前都是无权占有 看到了吧 因为假就假跟丙之间 不存在任何的合同关系 哎 如果说在以丙的借用期间之内 丙的借用钱 那是一个债权嘛 这个债权只能对以主张 不能对假主张 看明白了吧 说一千到一万 本案 乙跟假都可以要求丙返还妙例物 好 在此基础之上 那就问 丙面对假 以两个人的请求 丙向谁还呢 回答 因为如果丙还给以 以跟人家有租赁关系嘛 以还得还给假 可见谁是终极权取人啊 假是终极权取人 那么不如让丙直接给假返还 看清楚了吧 答案 丙应当直接还给假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二个问题 就是无权占有的返还规则 哎 无权占有怎么还 无权占有的人 我要还呢 还多少 怎么还呢 规则跟前面的不当得利的返还规则一样 第一 无权占有之原物产生新物的返还规则 不要着急 无权占有时一个原物 返还时原物产生了自息 看明白了吧 我无权占有时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只羊 等到返还的时候 这个羊生了一只小羊 看到了吧 是先少后多 还是先多后少啊 先少后多 有增值 有心物 有自息 这种情况下 这么还 回答原物还 自息还 完了 对吧 它的结构 就是这个结构嘛 占有时大A 一只羊 返还时 大A产生了小A 羊生了小羊 返还 怎么返还 大羊 还 小羊 还 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 无权占有之原物 毁损灭失的返还 规则 再念一遍 无权占有之原物 毁损灭失的返还 规则 意味着 这是先少后多 还是先多后少 先多后少 那就意味着 在我无权占有的时候 看下面表格嘛 在无权占有的时候 有一个A 对吧 价值较大的物 等到返还的时候呢 价值变小了 变成A减小A了 小A就是毁损灭失的部分 开明白了吧 比如说 我占有的时候 我占有了一只羊 等到要返还的时候 这只羊 少了一条腿 闹进几掌弯 那条腿 干什么去了 哦 泡了磨了 此时 小A就是羊的那条腿 开心说了吧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剩多少 还多少 自不代言 然后毁损灭失部分 要不要进行赔偿呢 刚才已经讲了嘛 分善恶 对吧 善意战友人 不用再赔了 三腿羊 一环 没事了 恶意战友人 三腿羊 一环 吃的那条腿 泡了磨的那条腿 要不要给人赔出来 要给人赔出来 那就是说 善意战友 恶意战友 区分的第一个意义嘛 弄坏的要不要赔 不一样 在这里 是不是又重复的提线了 好 那么逻辑再往下 那就是 哦 把这个例证做一下 对吧 说 已从甲处偷得 AB两台电脑 卖给了饼 一个月以后呢 甲请求饼返还 但是 电脑已经毁损 第一问 这个 甲 能否请求 这个饼返还 电脑B 当然可以 剩多少还多少 第二 甲能不能请求饼赔偿 已经毁损的电脑A 回答 弄坏了 要不要赔 分善恶 是不是这样子 善意的 可以就不需要赔了 恶意的就需要给人赔 好 那么老规矩嘛 那如果 先善意后恶意 怎么办 先 哎 这个一开始 我不知道我是无权战友 后来 我知道我是无权战友了 哎 先善意后恶意了 并且标题物 出现了毁损 我是按善意上要走 不用赔 还是要按恶意上要走 要给人赔呢 老规矩嘛 跟那个不当得理一样嘛 要看 这个 毁损灭失的时间点 是在善意时间点 还是在恶意时间点 看到了吧 哎 发生在善意阶段的 不用赔 发生在恶意阶段的 赔 再往下 第三 无权战友费用偿付规则 我无权战友你的标的物 我要给你还 没问题 有没有可能 在我无权战友期间 我支出了费用 必要费用 我能问你要不 老规矩嘛 分善恶 对吧 善意战友 必要费用 可以要 东西还给你 费用你给我 恶意战友 对不起 费用要不了 东西还给你 费用不能要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三个问题 无权战友和不当得力 理解关键词 写到后面 减阳模式 减钱模式 减阳模式 减钱模式 在这儿 做这么一个总结 哎 那就是 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 存在不存在 这么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呢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得给人还 有没有这样一个现象 有的 那么这个现象 在法律上 有几种可能性 两种 减钱模式 减阳模式 不当得力 无权战友 哎 所以在这儿脑子就明确了 我拿人东西 我得给人还 有几种可能 两种 或者是不当得力 或者是无权战友 那么 这两种 怎么来区分 第一点 无权战友 不当得力 所属的法律制度 不一样 无权战友 物权法制度 不当得力 债权法制度 因为不当得力的后果 是不当得力之债 第二点 因此 返还企与权 性质不同 哎 你要构成不当得力 我要求你返还不当得力 债权企与权 要你的东西 你要构成无权战友 我要求你返还无权战友 物权企与权 要我自己的东西 是不是不一样啊 好 那再往下 第三 正因为如此 哎 返还义务人 是否取得 不一样 要是构成无权战友 减羊模式吗 你减到了我丢的羊 羊依然是我的 你取得了吗 你并没有取得 你既然并没有取得 我要求你返还 才是物权其优权 当然 也可以是真有保护其优权 第二 不当得力返还其优权 性质是债权其优权 意味着 我要求你返还不当得利 我要的是你的东西 你捡到了我丢的钱 你取得了吗 你取得了 因此 我问你要的是我的东西 看明白了吧 所以说 无权战友人 并没有取得战友物 不当得利人 已经获得了不当所得之利了 好 那这个明确以后 以下这个例证 我们来体会 甲仪师提包 包里面有5000元现金 被义是得 那就意味着 仪把甲丢的包 把甲丢的钱都给捡到了 那么第一 关于提包 首先 甲把提包搞丢了 提包是谁的 回答 提包依然是假的 能不能说提包 被义减了 提包就是义的 不可以 这是减阳模式 第二 那义对所减到的提包 性质 是不当得利 还是无权战友 回答 这是无权战友 不当得利 要取得的 义并没有取得 那么第三 假请求以返还提包 什么企业权 回答 物权其优权 或占有保护其优权 物权其优权 假出的是 我的还我 这个保护其优权 假出的是 从我手里丢的 你还我 再往下 第四 如果以将所失得的提包 交还给饼 抵债 还债 假请求谁返还提包 这圈四先画出来 对吧 其中这方提包 案情是什么 你的提包 它减了 交给了 他的债权人 抵债 这种情况下 你要提包 问减的人要 还是问 现在的战友人 他的债权人要 回答 无权战友的返还 对吧 就是 物 基于物权 基于反还 物极物权 主张返还 要看 谁是无权战友人 那就意味着 无权战友人 首先要不要是战友人 要的 诶 以跟饼 谁是战友人 饼 因为以给饼还债了吗 东西不在意的手里了吗 看到了吧 好 那么 饼是战友人 不错 再往下 饼 在假面前 有权无权 回答 无权战友 因为饼 有没有一个 可以对假主张的无权 并没有 因为 这是一个 遗失物 遗失物 以拿 拾得的遗失物 向饼抵债 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的遗失物 饼并不能马上 善意取得 饼 加两年内 可以要 那就意味着 在这两年之内 饼 在标利物上 没有任何的 可以对假主张的权利 这看清楚了吧 因此上 饼构者 无权战友 饼 有权要求饼 放还这个提包 看清楚了没有 埋下伏笔 以后要对比 那么再往下 包里面 是不是 还有5000块钱的现金 那么第一问 现金 加丢了吗 也被捡到了吗 现金是谁的 回答 现金是 以得 跟提包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现金是以得 那么第二 以对所捡的现金 不当得利 还是无权战友 回答 不当得利 捡钱模式 再往下 这个 假请求以返还现金 什么请求权 回答 现金 占有集 所有 以捡了 就是以得了 现金是以得 等于不等于 以不需要给假还了 不等于 现金是以得 不过意味着 假问要 债权其有权 要人家的东西 因此 是债权其有权 那么再往下 圈四 这个圈四 也画出来 和上面的圈四 对应一下 画一个弧线 把两个圈四 连起来 如果以把它捡到的现金 也交并抵债 假 是问一要现金 还是问丙要现金 回答 在现金的问题上 假问一要现金 而不能问丙要 因为现金的问题上 要判断的是 谁构成不当得利 谁构成不当得利 要看谁占了假的便宜 看明白了吧 你捡了我的钱 给他还债了 你和他 谁占了我的便宜 回答 他并没有占我的便宜 因为你欠他钱 你把钱给他还了 他并没有占到便宜 你占到便宜了 因为你自己 没有付出一份钱 你用捡我的钱 还了你的债 看清楚了吧 因此上 在不当得利上 这个以对丙 构成不当得利 丙 请求以还钱 好了 那么这里的两个圈四 有感觉了没有 那就是说 以倩 丙的债务 然后 以从假这里 偷到了钱 偷到了包 或者捡到了钱 捡到了包 然后把两样 是不是像债权人丙 给还了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惯常的考虑 这是个套路 哎 这个假 有几样损失 两样 一是钱丢了 二是包丢了 能要不 当然可以要 第一问 这个假 问谁要钱 钱的问题上 问谁要 判断 谁对假构成 不当得利 判断 谁对假构成 不当得利的时候 判断的是 这个钱 在谁手里 还是 谁占了假的便宜 回答 谁占了假的便宜 看到了吧 哦 那么 乙跟饼 乙捡到假的钱 给饼还债了 乙跟饼 谁占了假的便宜 回答 乙 饼占价便宜了没有 没有 因为饼本来就有债权 看到了吧 好 再往下 这个假还有第二个损失吗 包吗 包是不是丢了 被一捡到以后 给饼还债了 哎 那么 包的问题上 假问一要包 还是问饼要包 判断 包的问题上是 谁对假构成 无权占有 这看明白了吧 判断 谁对假构成 无权占有 判断的方式是 东西在谁手里 还是 谁占了假的便宜 回答 东西在谁手里 在谁手里啊 在饼的手里 饼是占有人 而且饼 在假面前 有没有任何的本权啊 没有 并对假构成 无权占有 这看明白了吧 所以说 假问饼 要包 这个结构 把它就看清楚了 我欠人家的钱 我 捡了你的钱 捡了你的包 给他还了 钱上 我构成不当得利 你问我要钱 包上 他构成 无权占有 你问他要包 这个逻辑关系 看明白了没有 把它看清楚 好 那再往下 第四个问题 就是 实得一事物中的 不当得利 无权占有 与无因 管理的 问题 这个问题啊 是一个 总结 这个 怎么总结呢 这个下面的字 先不念 咱们 从刚才的一个例证 顺出问题 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无权占有分善恶 善恶之分 有两个法律意义 一弄坏了 要不要赔 不一样 二 支出必要费用 能不能要 不一样 是不是有两个 这个区分的意义啊 好 由这两个区分的意义 我们就可以看出 我国民法上 对一个恶意战友人 的处置 是非常的严厉的 能不能看出来 恶意战友人 只要东西都坏了 赶人赔 哎 这个 哪怕支出的必要的费用 活该 不能要 是不是很严厉啊 甚至严厉的程度 超过了一个 亲权责任人 在这个严厉的政策之下 我们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 刚才我讲到的 那个好同志的例子 还记得那个 好同志的例子吗 哎 我在马路边 见到一只羊 我把他牵回去 给他吃 给他喝 给他洗澡 给他看电视 我还 这个张贴 寻物其事 我还寻找施主 所以我刚才说 我这个好同志 活了一封 是不是啊 刚才问大家 我这个活雷锋 善意战友 还是恶意战友 回答 我是恶意战友 因为我知道 我捡了一只羊 那么往下 我这个恶意战友人 就要受到民法 对于一个恶意战友人 如此严厉的对待 听明白了吧 你觉得这样处理 合适不 让一个好人 流汗又流泪 你觉得合适不 回答 肯定不合适嘛 那不合适怎么办 哦 刚才我问 那个好同志 善意战友 还是恶意战友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在问概念 当时咱们在学概念 对吧 我们说 善意恶意 就是知道不知道 所以他虽然是好同志 但是他知道 他是无相战友 他依然是恶意的 现在我们该讲 法律适用了 在法律适用的问题上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好同志 在构成恶意战友的同时 他的这个恶意战友 有一个特点 叫个啥 为他人利益 管理他人事务 看明白了吧 我在说什么 哦 我在说 这个好同志 构成了学雷锋 二 无因管理 保护一切 学雷锋 做好事 所以对于这个好同志的法律适用 不应该适用恶意战友 而应该适用什么呢 无因管理 开心说了吧 那么按照前面我们讲的无因管理来走 我们会惊讶的发现 在无因管理制度里面 竟然也存在着弄坏了要不要赔 支出必要费用能不能要 这样的问题 看明白了吧 比如说在无因管理的情况下 给人家把东西弄坏了 要不要赔 这是是否违反谨慎管理义务的问题 因此呢 有故意受到过失才给赔 没故意受到过失不给赔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再往下 在无因管理 因为管理你的事情支出了必要的费用 能不能问你要 回答可以问你要 看清楚了吧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在我国民法上 无权占有这两大问题 弄坏了要不要赔 支出必要费用能不能要 判断的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在我国民法中 无权占有这两个基本问题 弄坏了要不要赔 支出必要费用能不能要 这两大问题 有几个判断的角度啊 有两个 一是你是善意占有还是恶意占有 判断方法不一样 判断结果不一样 判断的后果不一样 二是你够不够成无因管理 这看明白了吧 哎 那也就意味着 比如说 我无权占有你的东西弄坏了 我要不要给你赔 考虑 我要善意占有恶意占有吗 我要构成善意占有不用赔 我要构成恶意占有要赔 那么此外 考虑无因管理 我要构成无因管理 且我没有归属到卧室 我依然不赔 这看明白了吧 就这么一个概念 好 那这个明确了以后 这个咱们把这个文字咱们过一遍 体会 咱们这个原理呢 就是放在十得一事物里面 大家来看一下 我国民法里面 大家知道 有十得一事物制度 首先 十得一事物以后怎么办 两大义务 就是要么返还施主 要么交还 上交 主管 机关 就是关机关嘛 那么第二点 这个十得人 有权请求施主 偿付必要的费用 能要必要的费用 但是第三点 不能要报酬 除非有 悬赏广告 只能要费用 不能要报酬 看着眼书不 诶 无因管理 再往下 十得人因故意重大过失 至一事物 回遂灭失 应成了赔偿责任 有故意重大过失 要赔 看着眼书不 眼书 什么 无因管理 那么在这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在我国民法上 原则上 如果题目当中 没有特别区分这个问题的话 原则上 捡到人的东西 还想给人还 按照什么来做 很好 按照无因管理来走 这看明白了吧 诶 捡到东西还要还 按照无因管理 暂停一下 这一点 从咱们 这个考试 四八老师开始 对吧 诶 这么多年 一直是这么考的 只有一道题地位 一会再说 对吧 一直是这么考的 怎么说呢 诶 我捡到了你的东西 寻找施主 找不到 领回家赞扬 有赞扬两个字 问 我想还不 我想还 我的 这个扬 你的这个扬的 你的牛的过程 是什么呢 是无因管理 这看明白了吧 还考过一道题 说的是 我捡到你的电脑了 因为 暂时找不到施主 我把电脑出租了 我算不算无因管理 我这样算 因为有暂时两个字 意味着 我想不想还 想还 看清楚了吧 所以说 在应付考试题的时候 只要题目中说 捡到人的东西 还想给人还 按什么走 无因管理 这看清楚了吧 好 那么 这个明确以后 只有一道题 让你辩析了一下 这事实的一事物 却不是无因管理 就是那个 丢手机的题 还记得吗 在超市里 他的手机 从口袋里面掉出来了 被我捡了 按照无因管理走 我应该上去还给他 我就是无因管理嘛 但是 我挺烦他 因为我发现 他在超市里面 捏方便面 捏水果 让他捏得乱糟糟的 这个人不自觉 我就没有把手机 直接还给他 我想让他 多着急一会儿 我把手机 还到了 商场超市的 一事物 这个 回收站 对吧 一事物招领站 我还到那里去了 那么在这里 第一问 我捡到没 捡到了 第二问 我想还不 这个问题上 我没打算 直接还给他 明白了吧 我却还给了 失误招领处 我可以还给他的 我却没有还给他 我还给了 失误招领处 这就是指导体的 特别之处 开心处了吧 那么此时 为什么 我不直接还给他呢 因为我烦他 我想让他 多着急一会儿 所以呢 我这样做 具有一定的 对他实施 惩戒的意思 开心处了吧 因此上 指导体问 我是构成无因管理 还是构成 适得一事物 在这里 捡到东西 还想还 出现特殊情况了 虽然还想还 我依然是 失得一事物 但不构成无因管理 为什么呢 我并不是 完全的为他的利益 开心处了吧 好 那么这道题 很特别 如果题目当中 明确告诉你了 还想还 但却采取了一种 与被管理人的利益 不是完全相符的还法 不构成无因管理 因为你不构成 为他人之利益的主观心态 明白了吧 如果题目当中 没有明确告诉你 这个环节 就是说 捡到东西 还想还 简单处理 就是无因管理 这看清楚了吧 好 那么反过来了 第二点就来了 石头人 侵占一事物的法律 后果 侵占一事物 是什么意思 捡到了 不想还了 就叫做侵占吧 第一点 这个 既然构成侵占一事物了 费用 还能不能再要了 费用不能再要了 看着眼说不 恶意占有 再往下 悬赏广告的赏金 也不能再要了 这是天经第一 再往下 弄坏了就要赔 管不管 有没有故意 受到过失了 不管了 恶意占有 看见到了吧 再往下 这个 第三点 国家对于事物的取得 这个规则知道一下 我捡到东西以后 我交给有关机关 有关机关 不知道是谁的 怎么办呢 应当发布招领公告 公告发布制止期 一年内 老规定是六个月 新规定变成一年了 一年内 无人认领的 标的物归谁啊 标的物归国家 这个规则搞清楚 好 这个搞清楚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从这里我们得到的启迪 那就是 我们竟然会发现 这个一个小小的 实德遗失物制度 它竟然是由几个制度 拼凑而成的 两个 一是无因管理 二是恶意占有 能不能看出来 首先 那就是 这个 我 识得你的东西 如果还想还 原则上 哎 我按照 这个无因 管理来走 意味着 必要费用可以要 弄坏了 故意识到过 是他给赔 看明白了吧 往下 如果我不想还了 这构成什么呢 恶意占有 弄坏了 就给人赔 必要费用 不能要 会分析了吧 好 那么 由这个原理 往下 再损 哎 我们就可以 下面的文字 我们就不念了 我们就可以 推导出 这么一个结构 对吧 哎 把这个结构 在脑子里面明确 这个结构 是这样子的 你看 从 最左边开始 哎 因为讲结构 讲文字 不如讲结构吗 最左边 我拿了 不该拿的东西 表述 有没有技巧 很有技巧 我有没有说 我怎么拿的 没有 哎 各种可能性 总之 我拿了 不该拿的东西 说一千到一万 得给人还 好 往下走 往右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第一个区分 你拿到手了 你取得没 回答 如果我取得了 比如说 我捡到的是钱 我把人家的羊 泡了磨了 对吧 我是不当得利 我构成不当得利 往下 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我却没有取得 我捡到他的包 我捡到他的钱 我捡到他的羊 对吧 我是无权 占有 好 这第一步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该给人还 民法上几种定性 两种 可能是不当得利 也可能是无权占有 往右边再走 我拿到不该拿的东西以后 有没有可能 我就不知道 有可能了 既然我不知道 构成什么 善以不当得利 或善以占有 对不对 往右再走 既然我不知道 第一问 说一千到一万 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吗 我要不要给人还 我得给人还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哎 这个 但是如果弄坏了 要不要赔 我是善以占有 不用赔 第三 那支出必要费用了 能不能要 回答 可以要 是不是 然后善意就走了 得到了第一个结论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他不知道 按照善以占有 善以不当得利来走 哎 这个东西 返还 弄坏了 不赔 必要费用 能要 好 往下再走 那有没有可能 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既然知道 往右 再做一个积分 你既然知道 你想还不 是不是这样子了 如果你知道 还不想还 构成什么了 就是那个 恶意占有 构成恶意占有 意味着 第一 你不想还 你要还不 不由你 非还不可 那么第二点 弄坏了 要不要赔 要赔 第三点 支出必要费用 能不能要 不能要 开紧出了吧 再往下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我知道 但是我想还 刚才给大家讲了 只要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还想给人还 原则上 都按照无因管理来走 开紧出了吧 好 按照无因管理来走 那就意味着 如果弄坏了 要不要赔 支出 如果弄坏了 这个 有故意 重大过失 才赔 没有故意 重大过失 不用赔 那么第二点 支出了必要费用 能要不 当然可以要 这是无因管理的费用 看清楚了吧 因此上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怎么处理 弄坏了 要不要赔 支出必要费用 能不能要 能不能分成这三种情况 可以的 把这三种情况 在脑子里面 搞清 好了 这个搞清以后 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来做一遍 同学们体会 说 甲请求以返还杨A 甲问以要杨 事就这么个事 怎么就具体来讲 案情是什么呢 第一 查 杨A 是李四从甲处 偷去 卖给矣的 看明白了没有 甲的羊 被李四偷去 卖给了矣 意味着什么 这是个 道赃物 不能善意取得 但是矣不知道 构成善意战友 是不是啊 无权战友 且善意 那么既然是善意战友了 第一 如果矣 养羊 花了三百块钱 那现在 甲作为施主吗 要求以还杨A 要给人还 但是三百块钱 能问甲要不 回答可以 第二 如果杨A 已经被老鹰抓走了 老鹰抓杨不 抓杨的 被老鹰抓走了 被老鹰抓走 意味着 现在标题物 是不是毁损灭市了 那么甲 而这一 作为善意战友人 要赔不 不需要赔 看到了吧 好 那么第二点 查 如果杨A 是李四 从甲处偷来 卖给 且以知情 以既然知情 他知道不知道 他买了一个盗赃物 知道 他知道不知道 盗赃物不能善取的 他知道 因此构成什么呢 恶意战友 既然构成恶意战友 第一 如果以养羊 花三百 以能问甲要不 回答 羊给甲还 钱 要不成 那么第二 如果杨A 已经被老鹰 抓走 要赔不 回答 要赔 因为恶意战友人 对于标题物的 会是灭市 要不要付赔偿责战 要赔 三 警察 已发现 杨A 在 李四处 已发现 假的杨A 在李四处 那就说 假的杨 被李四偷了吗 让你发现了 这不是假的杨吗 所以从李四处买下 打算还给假 干什么呢 学雷锋 无银管理 第一 如果以养羊A 花三百 以能不能起优价 偿付改币费用 回答 可以 因为 无银管理 管理人 可以要求被管理人 偿付 必要费用 第二 如果羊A 被老鹰抓走了 已是否应该 成了赔偿责任 回答 不需要 被老鹰抓走 算不算 故意或中大过失 不算 因此 无银管理人 没有故意或中大过失 对造成的损害 不负赔偿责任 不算违反 谨慎管理义务 三种情况 分签了没有 把它搞清楚 这个搞清楚以后 说一点 更具体一点的思维方式 什么思维方式呢 就是 你的羊 据例子 你的羊 跑到我家的羊圈里面来了 哎 我可能知道 可能不知道 可能善意 可能恶意 明白了吧 好 那么 然后过了几天 你找我 张翔 我的羊在你家 你家的羊圈里 你给我还 我说 那咱们到羊圈里 看下去 一看 你的羊 果然在我的羊圈里 并且 已经死了 比如说 我的羊七生 联合起来把你的羊打死了 看明白了吧 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是 要求我赔嘛 没问题 要求我赔 我不想赔 那我肯定不想赔嘛 我不想赔 后来找律师 有几条路可以考虑 就是刚才讲的 几条路 第一条路 我要是证明 我是善以战友 我还要不要赔了 不需要了 但我要不要证明 此前 我并不知道 你的羊在我的羊圈里 要证明 看明白了吧 有没有第二条路 倘若我能够证明 我是无音管理 可不可以不赔了 可以了 因为我没有故意 没有中导过 是吗 那么 我要证明 我是无音管理 我要不要证明 我一直想还 则要 有感觉了吧 要么证明 我不知道 我拿了你的羊 要么证明 我知道我拿你的羊 但是我一直想还 我是无音管理 会分析了吧 好 那么同理了 你的羊 在我的羊圈里 这个我为了养你这个羊 花了一大笔钱 必要的费用 现在呢 你来了 要求我给你把羊还回去 羊得给你还 没问题 我花的必要费用 想问你要 搞清楚了吧 问几条路 回答 依然是两条路 有感觉了吧 第一条 我要证明 我是善意占有 能要这个费用 可以 但是我要证明 我一起 之前 一直不知道 这个羊是我 捡的 是我无权占有的 第二 我要证明 我是无音管理 可不可以要这个费用 可以 无音管理人 可以索要管理费用 但是 我要不要证明 我占有这个羊 一直想还 为了你的利益 我则是要证明 有感觉了吧 好 那这个明确以后 在这儿 考过一道题 咱们来分析一下 这道题是这个样子的 是说 这个 假有一天 一开门 发现 门口 趴着一头牛 我在马路边 捡到一头牛 他就把牛 领回家 把牛领回家以后 当时还挺好的 把牛领回家以后 还到处找施主 找着了没啊 没有找着 这是第一个案情 后来 实质春耕 要耕 要耕作了 假 就用这头 这头牛来耕立 用的很猛 把牛累病了 把牛累病以后呢 又给牛看病 花了三百块钱 这是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 又过了两年 牛的主人 徐牛来到假家 找到了 来到假家 要求假 返还该牛 假 拒绝 哦 就这么个事情 那么本案 这是要真题吗 本案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很明显 这个牛要还不 你捡的牛 你凭什么不还 无权占有 要不要还 要还 第二点 给牛看病 是不是花了三百块钱啊 哦 我的牛 要给他还 我花了三百块钱 他要不要给我 这个问题 那么 就是刚才这个思维 看明白了吧 想问人家要三百块钱 就跟牛死了 想不配一样吧 几条路可以考虑 两条 第一条 你要能证明 你是善意战友 这个钱可以要 你能证明 你是善意战友吗 你证明不要吗 善意战友是 我无权占有 且不执行 叫做善意战友 对吧 那么 你假不知道 你是无权占有吗 你捡的你不知道 你还找过施主 你不知道 对吧 不能构成善意战友 走善意战友要钱 没戏 考虑第二条路 假要能证明 自己是无因管理 这个钱也可以要 问题是 假能证明 自己是无因管理吗 这是这道题 最值得 这个琢磨的一点了 你看 一开始 假捡到这头牛以后 想还不 是想还的 过了两年 施主找来了 假想还不 却又不想还了 这两年期间 假变心美 假变心了 对不对 那现在 假什么时候变心的 问题再具体一点 就是 当假给牛看病的时候 假变心美 给牛看病 花钱 是在假变心前 还是变心后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民法上 有这么一个基本思维 什么思维 我战友此物 如果我 还想给你还 我肯定会对此物 尽到妥善保管义务 这看明白了吧 而我对这个 此物 已经不再当回事 开始滥用的时候 我已经不想给你还了 有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他已经说了吧 想还 肯定妥善保管 那么 这也就意味着 当假用牛耕地 用的那样的狠的时候 假已经不想给你还了 那也就意味着 假给牛花钱看病 是为了施主的利益 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个学雷锋的光环 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此 假 既证明不了 既走不了 善于战友 家也走不了 无音管理 那就意味着 这三万块钱 能问对方要不 要不成 会分析了吧 所以说 这个 无权战友 两大基本问题 弄坏了 要不要赔 支出必要费用 能不能要 在我国民法上 每一个问题 都有几个角度啊 两个 构成善于战友 不用赔 必要费用可以要 构成无音管理 没有中他 故意收到过失 不用赔 支出费用可以要 这题明白了吧 两个角度的观点 把它确定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